88歲的李先生和69歲的李太太 兩個人被發現 沉濕在鹽水這一棟自家二樓透天座內 監視人員圍起封鎖線管制 並且進行財政 星期六接近中午時 已經好幾天打電話回家 東眉人街的兒子從台東赶回 這才發現這起悲劇 是留有那個遺書還有榔頭 然後遺書裡面大概應該是 應該是沒有 就是外地的捲交 老先生當時是沉濕在客廳 老太太則是倒在後方合室床上 床頭旁還有一把榔頭 屋內找到老先生寫的遺書 有遺書加上沒有外人入侵的跡象 警方初步排除他殺 但研判是老先生殺機後自殺 死亡已經有好幾天 14號凌晨我在弄東西 我剛才在整理東西 所以我不知道是生命科技 所以也沒有 家人沒看到 所以我以為他說 去台東 對對對 所以我沒有叫他 所以今天發生這樣你們很壓抑 對啊 因為我只憑到4秒7秒 鄰居14號凌晨聽到不尋常的碰撞聲 警方也懷疑這就是命案發生時間 但為什麼老先生會殺機後再自殺 調查有結果前 警方不願意公開遺書內容 根據了解多年前車禍受傷的李老先生 行動不便 很少出門 但會由相差20歲的太太陪同到醫院復健 13號兒子乘返家和父母討論 是否安排老父親住到安養院的事情 有沒有可能因此引爆老人家的情緒 目前都還有待警方釐清當中 東正新聞時間區小組黃聰群在台南報導